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努力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1974年 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 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这是邓小平1925年离开法国后 第一次踏上西方国家的土地 他的到来受到了各国外交家们的特别关注 一个存在三十多年的世界讲坛 将第一次发出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声音 主席先生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 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 在演讲中 邓小平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这是当时中国关于这格局的基本判断 讨论稿子的时候 邓小平还特别加上了这样一番话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足超级大鬼 如果中国又早一日变了颜色 变成一个超级大鬼 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 到处欺负人家 侵略人家 剥削人家 那么 世界人民 就应当 给中国 带上一定 社会敌国主义的毛子 就应当 揭露他 反对他 并且同中国人民一刀 打到他 这一双双热情友好的手 让他感受到了世界形势的冷暖变化 也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